嗨 大家好 我是Su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Sunny了嗎 Sunny這集要帶大家去日本的清景哲 這影片其實是有點久啦 那時候Sunny去的時候是大概三月份 因為影片實在是拖太久 這很不好意思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這次是日本的小小的Vlog去清景哲 一個小度假 幫大家開箱的是日本現在最新最高檔的飯店 英迪格酒店 那這家飯店非常棒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影片 它裡面泡湯還有環境都非常的舒適 再來呢還會帶大家去一個小祕境 白絲瀑布 那這瀑布我覺得很棒 希望說介紹給大家 這一家很有特色的烏龍麵 很大碗工 好 如果你對這個影片有興趣呢 繼續看下去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要來講一下最近大家很火熱的新聞 就是黃仁勳 黃仁勳他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他是 揮打執行長 人稱AI教父 因為他的身價超過三兆 所以大家都稱為他三兆男 再來因為他每次出來的時候 都穿著皮衣 所以人家也會說 啊 穿著皮衣 那個男人 那幾天呢 他來台灣兩個禮拜 在今天禮拜六的上午呢 就飛離台灣啦 古博沒關係 今年年底前呢 還會再來台灣 那因為他的親民的作風 所以大家就很喜歡他 那每次他走到的地方呢 也就造成旋風 他吃的東西呢 也是美食地圖啊 必去朝聖 必去吃的啊 其中有一家 喜香婆麵館這一家 在桑林之前影片有介紹過 那如果對這家餐廳呢 有興趣呢 你也可以回頭去看一下 那我會把它連結 聽到留言區 那大家可以連結進去看 如果有在追黃仁勳新聞 最近應該有看到一個很火熱 很火辣的新聞 他在一個女主角女生的衣服上簽名 簽在他的胸口上這邊的簽名 所以造成轟動 這個新聞連燒了三天 國內各大媒體 不管是電視還是平面 國際新聞也刊登 照片在這邊 你有看到這個就是我 那因為很多人來問我 包括問我說這女的是誰啊 我當時在怎麼樣 黃仁勳為什麼會去簽名呢 為什麼要幫她簽名在她的衣服上 那我覺得稍微講一下好了 那既然我的照片呢 被各大媒體拿來用 那我也小小趁一下熱度 不好意思啊 讓我趁一下熱度 好那這院的女生呢 她是我朋友的小孩同學的媽媽 個人的資料我就覺得我不方便 那我不講這個女生 那我講一下當時的狀況 那其實是這女主角女 她希望說黃仁勳簽名在她的衣服上 其實黃仁勳當時呢 有稍微停了一下 因為本來以為要簽中間 簽在這邊 有稍微停了一下 不過後來女生有把她衣服外套呢 稍微拉 往後拉一下 她就簽在她的衣服上 那黃仁勳也不是說 好像這樣有些人會說 啊怎麼可以這樣 其實她有問說 這是你確定要這樣做嗎 這樣問對方 因為大家現場太high了 很多人就是可能有起哄 那女生也說 YES可以 後來有鼓問了一句 旁邊說 這是個好主意嗎 現場氣氛 然後她又是很親民的做 其實如果拒絕的話 我覺得對女生也可能 覺得當下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她這個做法 很有禮貌 這就是當下的狀況啦 你確定嗎 YES Umm Is that a good idea We're gonna hav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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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原來當時的狀況 那如果說 你對後續的影片有興趣 Sony介紹美食啊 介紹去國外玩的Vlog 可能可以訂閱今天Sony的嗎 我支持 那影片我們就開始吧 走 這家英迪格酒店 位於清景澤 2022年才開幕的 大廳呈現的是個木質調的一個森林的感覺 因為飯店也很新 所以整個感覺很心曠生意 酒店呢 算是現在目前最高檔最新 如果你來清景澤呢 我真的蠻建議來這邊 很有度假的感覺 是訂房系統去看大概八九千塊 平日 價格呢是兩人房 我覺得 不是太便宜 但是也沒有足夠貴到很離譜 蠻適合親子啊 或者來這邊 享受度假的餐廳 那就只有對面 現在我們看到的對面這邊 一樓 早餐晚餐呢 都在這邊使用 這邊也有泡湯的 中間有一個大烤爐 坐在這邊 桌在這邊 尼迪格酒店呢 是IHG 這間餐廳的一個酒店品牌 這裡離清洗車購物中心呢 大概可能沒辦法 走路可能要到二三十分鐘 所以一般還是坐車 那地點是比較不吃香 但是環境很棒 這邊有三棟 那今天我住的是2320 也就是說第二棟的三樓20號房 好 我們就跟著Sunny一起進去房間吧 大門一走進來 先會有一個落地的鏡子在這邊 落地鏡子 這邊剛在大廳 感受到滿滿的木質吊的森林的那種氛圍 是一個單人雙床拼在一起 但是單人床還蠻大的 一個小小的客廳 咖啡機 伊犁的咖啡機 這邊是礦泉水免費的 好特別喔 這個是台燈嗎 是一個小台燈 好可愛 打開這邊 是一個迷你 迷你 是 除了酒之外 咖啡還有咖啡膠囊 還有茶包 這都是免費的 這邊就是零食區 這是要收費的 飲料呢 mini bar呢 都是要收費的 好美喔 這邊可以早上 早上可以來 坐在這邊好愜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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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我們來看一下 浴室 來看看浴室 不大 但是呢 裝潢的很棒 而且該有的呢 就應有盡有 看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這邊是有一個shower的地方 淋浴 花灑 然後一個浴缸 很棒 這邊呢也有提供浴衣喔 可是它這個算是睡衣 只能穿在房間 或者是穿在去泡湯的地方 不像我們去一些 有泡湯的地方 可以穿浴衣到餐廳 這邊是不行 它這個是定位為睡衣 這邊這個飯店 它特別注意的 擺了一個裝飾品 因迪格酒店 好棒 很棒的一家飯店 下雪了 好美喔 在清景澤的 因迪格酒店 在清景澤的 我慢慢的聽 雪落下的聲音 閉著眼睛 幻想它不會聽 你沒辦法靠近 絕不是太過激 只是蒼臉窗外 噢風景 我慢慢的聽 雪落下的聲音 放股是你貼著我腳輕輕 睜開了眼睛 滿天的雪無情 誰來陪著一生好光景 誰來陪著一生好光景 早安 現在早上六點多 我要走去泡湯 湯屋該在這邊 哇 昨天晚上下雪 今天呢 天氣整個很不錯 這邊有一個游泳池耶 如果夏天來這邊有一個 不算大的游泳池 現在要過去做SPA啦 好棒 好 趕著我 進來吧 SPA 樓上是體育館 這邊是泡湯的地方 女生會有一張卡 男生是沒有 女生是有一張像房卡一樣的 上面有一個紅點 所以你要B卡進去 直接進來好囉 我就要B卡進去 我先去DK DK 那裡 我去D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定要来这里 这就是白痴瀑布道啦 超美的 冰有在画 所以要小心的行走 还是瀑布道了 我要体验 好 来 耶 这家乌龙面专卖店 是有名的网红店 我觉得它的特色 它的网工真的好大一个 很有特色 我今天吃的是这个明太子的 那是一个套餐 有寿司 有大物 还有一个沙拉 是一整套的 这家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这边 我们很幸运的来的时候没有排队 现在里面都是满满的人在排队 我觉得来清景泽呢 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餐 这一家 这一家 嗨 日本五天四夜的嗓音之旅 就在今天呢 画下句点啦 Sony本来是要嗓音的 可是呢 日本呢还是蛮冷的 所以櫻花还没有开 但是有嗓到雪 没嗓到音 嗓到雪 那就是在清景泽这边 那这次呢 日本呢 除了会比较台湾 菊川式带幕跟日本的菊川式带幕 有什么不一样 会做一集之外呢 清景泽 你可以有新的选择喔 开箱英迪哥酒店 那这个酒店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下次来呢 我觉得你不妨也可以作为参考 除了骑小车在附近 商店街走走之外 白川瀑布呢 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 你有车或者要租车呢 可以列为景点之一 很悠闲 这样走一走 这次呢Sunny的Vlog呢 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了 如果你喜欢Sunny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今天Sunny的妈 那如果喜欢这类的影片呢 帮我按个赞 记得开启小铃铛 你才不会错过每周六的影片上架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